烧烤是夏天两个人的奔赴 有个网红点直接可以拍到东方米 太好了 外滩这家人气颇高的云南烧烤店 晚上但凡你路过都在排队 最近装修过了环境又升级了一波 二三十甚至各为数的单品 人均一百多就吃得开开心 云南真的有这个咖啡吗 评价一下味道 对第一次吃 这个好喝 这个很陌生 你不要过来啊 女生们可以来杯清凉消暑的蔬番茄雪泥 还加了龙眼吃起来甜甜蜜蜜 烧烤盲炒鸡 烧烤盲炒鸡好小虾 烧烤一直是他们这里的必点招牌 绑着香茅的鸡翅 去了口味吃起来贼方便的小虾串 撒了云南特殊香料的各种小串八把串 带着记忆中云南味道的特色战水 才是天味的灵魂云南的真身 有时候还会在你眼前耍花活 把视觉和味觉结合一起 做得更丰富多彩 本命本命 满口麻麻的香滋滋的辣 耳边仿佛听到的是内吃 夏天燥热空气 穿夹角拖鞋 一手握着冰啤酒 一手撸着串 约上三两还有吃个夜宵 这才是夏夜正确的打开方式 云南的董均 干巴均之王 干巴均 然后它有30克的 现场制作的 这要我在板纳吃过 云南人把这种捣碎的动作叫做冲 在云南可以冲万物 加上辣椒和调味一起 就可以得到满满的这样一碗冲洋芋 按照你半量的赛 碳水宝宝们直接可以帮它当煮试试 怎么样有没有干巴均的味道 1850一斤 我们这里卖多少钱 你吃吧 嗯 还有辣味十极 带着饱满东南亚风情的 带味水果虾 酸酸辣辣 很清爽 这就是波罗蜜 带着边境盲食特色 辛辣中含着一丝香苦的 佐料小炒肉 一定让你找到舌尖的心虫 这个酸豆角咖啡我太爱了 我又叫了一份 这多少钱啊 这样一份 主打的就是一个地道 实惠 还有在云南才能看到 来着可以单吃单点的水果 释迦摩尼的 所以叫释迦 就这样吃啊 是这样吃的吗 天气这么热 晚上换上你的闺蜜好友 一起来撸串喝个啤酒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